白宫内阁会议中,一份间接截获的情报引起了总统万斯的注意 情报中提到,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的热带雨林中出现了新生物种群 若任由这种生物繁殖,不仅对美国国家安全保障有重大威胁 甚至可能使全人类面临灭绝的危机 1977年由施耐德研究所发布的海斯曼报告中 已就这一事态做出过警告 万斯的大脑飞快地运转,要尽快处理掉这个多余的麻烦 于是一个关乎全人类生存的暗杀计划在他脑中形成 嗨,中国威乐,今天也是陪你读书的依依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高野和明的人类灭绝 之前跟大家分享过高野和明的处女座消失的13集台阶 出道几天峰获得江湖川乱布奖 但是我真正感受到高野和明厉害之处却是因为这本人类灭绝 这本书是高野和明陈浅10年的一个科幻悬疑作品 易经出版在日本就疯狂卖出100万册 大奖小奖拿到手软 像是推理作家协会奖,山田峰太郎文学奖 更是入围了植木奖 40万字的一本书真的是一口气 两口气吧 用了两天的时间迫不及待地读完了它 老规矩,视频分享书中主要的内容 细节的部分还推荐大家去阅读原作 我会在视频的结尾谈谈我对这本书的感受 包括说两个硬币,我们先来听故事 故事从主角耶格说起 他从所属的私营军事公司接到了一个名为守护者计划的神秘任务 这个任务可以说关系到整个人类的生死存亡 任务要求雇佣军小队4人在10日内潜入非洲雨林深处 暗杀40名感染了新型病毒的比格米族人 以及在比格米族部落做田野调查的人类学家皮尔斯 尽可能的回收皮尔斯的手提电脑 这种新型病毒跟埃博拉病毒一样宿主不明 一旦感染就是死路一条 若是这种病毒扩散到外部会导致整个人类的灭绝 这种病毒据雇主说它只有一个缺点 就是在感染后的一个月内 你及时服下特效药方可痊愈 所以雇主为他们提供了4颗救命的胶囊 要求他们在任务完成之后服下胶囊 另外雇主还有一个奇怪的命令 就是要求他们看到未知生物就立刻将其杀死 但是未知生物是什么 雇主没有做任何多余的解释 反正收钱办事 耶格为首的雇佣军小队4人顺利的抵达了目标地点 在那里他们终于知道了 雇主口中的未知生物是什么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所震撼 那个生物它酷似人类的儿童 没有体毛手足短小 有一颗硕大的脑袋浑原而突出 眼睛大如同铃 所有人都被眼前的景象震撼住了 接下来怀抱未知生物的人类学家皮尔斯的一番话 可以说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 皮尔斯向4人揭露 其实根本没有什么所谓的新型病毒 守护者计划不过是美国为了消灭新人类的卑劣借口而已 而且计划的执行者 也就是雇佣军小队的4人 也将在计划完成之后被暗杀 皮尔斯立刻就证明了自己的话 他牵来了一条狗 然后将4人完成任务之后需要服下的那一胶囊 卷在培根里喂给了狗 狗吞咽下胶囊之后 立刻两眼翻白 嘴角流血 倒地毙命 原来胶囊中装有情话物 剂量是致死量的十倍 另外皮尔斯还告诉他们 他之所以知道这个计划的真相 全部是因为眼前这个三岁的新人类儿童 皮尔斯已经确认 阿基利是进化的新人类 他的父亲是比格米族人艾希默 艾希默有两任妻子 第一任妻子在怀孕时生病 虽然被送去了远方给白人医生治疗 但是还是不幸身亡 阿基利是他和第二任妻子所生 生下阿基利之后 妻子就因为大出血去世了 艾希默的生殖细胞发生的变异 遗传给了孩子阿基利 导致他大脑变异进化为新人类 阿基利拥有远超现代人的惊人智慧 他可以在两周内完全熟练的掌握英文读写 更可怕的是 他用几秒的时间 就可以将40位的核数分解为两个素数 所以国家安全局使用的RS密码 在他的面前形同虚设 总之就是现代人眼里根本无法解决的那些问题 在阿基利面前都是小菜一碟 阿基利通过皮尔斯之口开给他们的条件是 郭勇军小队护送阿基利和皮尔斯逃离非洲抵达日本 然后阿基利利用自己超强的智慧 保护郭勇军小队的四人免于被美方追杀 另外还有非常诱惑的一点 他们知道耶格的儿子患有绝症 废号上皮硬化症 阿基利为此制作了一个实权实美的制药软件 他们的日本盟友正在利用这个软件开发特效药 如果计划成功的话 阿基利会为耶格命不久矣的儿子提供特效药 双方各取所需很快就达成了共识 阿瑟鲁本斯自从接手了守护者计划之后就感到困难重重 先是选人方面费尽心思选出的雇佣兵 在伊拉克战争中全部阵亡 不得不宠觅人选 最后定了耶格他们四人小组 最开始这个耶格的背景就引起了鲁本斯的注意 因为他的儿子患有绝症命不久矣 从心理学角度分析 一般亲人如果发生不幸 本人非常容易刺暴自弃影响到计划 但后来耶格的这个孩子的问题 却朝着鲁本斯根本想象不到的方向发展去了 计划成立不久后 国家安全局就发现有人用日本国内的电脑 对海斯曼报告这个词进行了检索 检索者的姓名叫古赫城志 更让鲁本斯吃惊的是 这个古赫城志曾在1996年 到非洲进行过流行病学的调查 而那时候的皮尔斯正巧在非洲比格米族人的营地之中 两个人很可能认识 而且在这个时间点 他为什么突然开始关心海斯曼报告 是单纯的巧合还是说机密已经被泄漏呢 要知道国家安全局使用的是RSA加密技术 就是将两个素数的成绩作为加密的密实 加密用的数字非常大 根本不可能进行因数分解 或者更准确的说 人类不能将其进行因数分解 知道这些后 鲁本斯就立刻安排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对古赫城志展开了调查 调查过程中 他们就发现日本和非洲刚果之间一直有加密的信息往来 而且使用的是一种非常独特的加密技术 破解的话需要双方通讯设备中的随机数 居然有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无法破解的密码 这样鲁本斯大吃一惊 就在这时一直在他们监控下的古赫城志 因为胸部大动脉瘤破裂死了 如果他们想知道通讯的内容 就只能缴获皮尔斯的通讯设备 于是缴获皮尔斯的手提电脑也成为了计划之一 就在古赫城志死后的五天 中情局又截获了新的猎物 在日本搜索海斯曼计划的人又一次出现了 这次的人是古赫城志的儿子古赫炎人 显然古赫炎人是子承父业 接过了父亲未完成的任务 鲁本斯这次学聪明了 立刻安排日本警方逮捕古赫炎人 没想到就在这时 一通来自美国纽约的神秘电话 提前将此事通知了古赫炎人 结果让他就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逃跑了 面对内忧外患节节败退的计划 白宫高层震怒了 万斯政府决定借刀杀人 他们将守护者计划的四名执行者 人类学家皮尔斯 以及日本的古赫炎人 通通列入恐怖分子名单 并且发布了巨额的赏金 他们要利用非洲雨林地带的武装分子 见钱掩开的本性 击杀他们 可是接下来的事情更让皮尔斯震惊 从卫星图像上来看 雇佣军小队似乎提前知晓了美军的部署 最坏的可能性就是卫星图像已经被新人类截获 万斯政府已经落入了圈套之中 卢本斯非常清楚操控整个计划的人其实就是新人类 此刻的卢本斯脑中有一个非常恐怖的想法 也许一开始白宫截获皮尔斯的那封邮件 就是新人类故意放出来来试探人类对新人类的态度的 果然没过多久 卢本斯的这个想法就被证实了 监视乌军小队的无人机捕食者 被黑客入侵 转头就飞入了副总统张伯伦的车内 把他炸了个四分五裂 而从中情局和国家安全局截获的信息来看 黑客是从中国军方发出的 因为此事中美关系降到了冰点 大战一触即发 面对如此的强敌 卢本斯准备拿出最后一张王牌 他造访了海斯曼报告的作者 预言新人类出现的海斯曼博士 想要寻求博士的帮助 可是早已厌倦万斯政府暴力统治的海斯曼博士 拒绝了卢本斯的求助 完全站在了新人类一方 他认为在所有的生物中 人类是唯一会对同类进行大屠杀的动物 地球上除了现在的智人之外 其实存在过其他的人种 但都被智人给灭绝了 智人之所以能存活下来 不是因为他们足够聪明 而是因为他们足够残暴 纵观整个人类的发展史也不难证明这一点 进入南北美洲的欧洲人 用武器和疾病杀死了90%的原住民 几乎所有的土著民族都在这场大屠杀中灭绝 而在非洲大陆 为了捕获一千万奴隶 欧洲人杀害了数倍的无辜者 人类无法向自己和其他人种作为同一种生物加以认识 往往用肤色国籍宗教甚至地狱社会和家庭作为自己的属性 其他集团的个体则被视为必须提防的异类 当然这不是理性的判断 而是生物学上的习性 人类这种动物天生就能区别异类的存在 并加以提防 这就是人类残暴性最好的证明 另外海森曼博士对于副总统张伯伦被杀的事件和鲁本斯持一样的观点 始作俑者肯定是新人类 但问题是没有证据 美国政府一定会先入围主认为是中国发动的网络袭击 如果美国和中国发生军事冲突 那么亚洲全域的所有国家 以及俄罗斯欧洲乃至阿拉伯诸国和以色列都会卷入战争之中 这时候掌握核导弹发射按钮的万斯政府会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但只要第一颗核弹爆炸 人类灭绝就无法避免了 海森曼博士对于守护者计划给出的建议是 立刻停止这个计划 然后去理解新人类的意图 然后选择正确的失败方式 这样才能避免被灭绝的命运 同时博士还提醒卢本斯 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就藏在 新人类为什么要迫切开发治疗绝症的药物之中 卢本斯很快向总统万斯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终止守护者计划 可是万斯总统对守护者计划非常的执着 万斯他清楚的明白 无论是权力还是智力 只要掌控了无法控制的巨大力量 就能将其转化为暴力 所以他惧怕新人类必须先发制人 不然遭到攻击的人可能就是他自己 卢本斯知道此刻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 左右世界命运的现代人和新人类的大战一触即发 郭勇军小队明显感觉到远处的枪声更加的密集 干道上的爆炸更加的频繁 斯人将阿基利和皮尔斯呼在中间 一路躲避着敌人撤离到一个废弃的天主教堂 郭勇军小队在屋顶的边缘架射枪架 开始用不将骑射敌人潜伏的森林 第一个弹架打光后 幽暗的树林中出现了敌人的身影 转眼之间 敌人就从树林的缝隙中涌了出来 这次耶格虽然他瞄准了敌人的头 但却无法抠下班机 眼前是不应该存在于人间的地狱 挥舞着AK突击步枪冲上来的是一群孩子 只见十岁上下的一群男孩一边尖叫 一边向耶格他们冲来 冲在最前面的男孩叫奥内卡 半年前的一个阳光明明的下午 他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恶魔进村之前 奥内卡正在屋前和哥哥踢足球 一辆卡车刚好停在他的家门口 三个持枪的男人从车上下来 用绑在步枪顶端的长刀 刺入了父亲怀中的妹妹 妹妹当场毕命 父亲在尖刀下痛苦的哀嚎着 其中的一个高个的士兵 走到他哥哥的面前 命令他哥哥强奸他的妈妈 然后割下他的脑袋 怕哥哥惊恐地摇了摇头 就在这时 旁边的士兵剑装挥起斧头 就向哥哥砍去 然后他们就转身过来 对奥内卡下拿同样的命令 奥内卡不想死 他看看母亲 母亲的脸已经变得亲子 母亲一直在哭 直到结束之前 从那一刻起奥内卡变了 他被带上车送去训练营 和几百个孩子在一起 接受了三个月的训练 这期间他们只要犯一点错误 就会被当场杀掉 之后他参加了实战 袭击了和自己故乡一样的村子 帮助他们掠夺食物 燃料和女人 指挥官会把村民绑在树上 命令孩子们用刺刀去刺杀 来锻炼胆量 奥内卡也杀死了好几个人 这次的任务和之前一样 他们在指挥官的一声令下 两百孩子大喊着朝广场教堂冲去 奥内卡冲在最前面 他一如既往的没有任何恐惧 他觉得只不过是去杀人罢了 他一边跑一边用步枪 瞄准教堂屋顶射击 不知道从哪一刻起 他在世界中硝烟味突然消失了 风送来了泥土的芳香 让奥内卡想到了自己的故乡 陈锋在记忆中的家人们竟然苏醒了 他感觉到自己在母亲的怀中 被他杀掉了母亲竟然没有生气 竟然还是如此的疼爱自己 很快他就什么都感受不到了 奥内卡被一枪击中头部 他再也感受不到任何东西了 此刻雇佣军小队的队员 也杀红了眼睛 像是一群孩子们疯狂的扫射 耶格就眼睁睁的看着 一个个如同儿子一样大小的孩子倒下去 他大声的嘶喊着停止射击 可是却被队友无视 情急之下 耶格向自己的队友抠动了扳机 这就是战争 就是这么荒唐 而这一切都被新人类阿基利看在眼里 他的嘴角露出了冷漠的微笑 留在行动指挥部的卢本斯 收到了一个好消息 国家安全局发现了一名 被新人类安插在内部的间谍 通过他的电脑将日本向非洲发送的密码通讯破解了 破解信息有两种 首先是北大西洋海底地形图和阳流图 以及海水温度和阳流观测数据 北大西洋的阳流循环是从非洲大陆西岸 向西流动的北赤道阳 在北美大陆附近形成墨西哥湾流 然后折向东北 图上根据水温的不同 海水的颜色从蓝色渐变成红色 信息显示今年的水温比往年都要高 卢本斯想破脑袋也想不出这条情报到底有什么用 莫非新人类逃向日本只是为了声东击西 他们的目的难道是美洲大陆 第二条情报是一条语音 根据声音分析 说话的人是个五岁左右的女孩 发音类似于日语 但日本人根本也听不懂她在说什么 据专业人士分析 这种语言可能是在日文的基础上 用汉字衍生出的新语言 人类的大脑是无法掌握这种语言的 此刻卢本斯就突然想起了海斯曼博士的提示 你忽略了一个重大的问题 卢本斯极力抑制住颤抖的声音 再次确认了这个情报是从日本发往非洲的 而不是相反 海斯曼博士提出的问题竟然如此超乎想象 除了阿基利之外 竟然还有另一个新人类 原来皮尔斯之所以长期驻扎在比格米族部落 是因为他早就知道那里会出现一个新人类 因为九年前第一个新人类已经在日本诞生了 扎伊尔内战爆发时 一名孕妇被转移至日本 但他生了孩子后就死了 当时作为主治医生的版本有礼 希望帮助这个孤苦伶仃的孩子 于是他伪造了户籍 使他成为了自己的孩子 这个孩子先天异常的头部也激起了他的同情 然而本以为是个障碍儿童的女孩 长大后却展现出了超人的智慧 于是版本有礼和人类学家皮尔斯取得了联系 他们研究了这个取名为爱玛的女孩 确定了新人类已经代生 两人还预见了会代生第二个新人类 于是制定了将其从战乱不已的刚果救出的计划 不对 主导这个计划的人可能正是爱玛 对爱玛来说 必须尽快的将这个早晚要出生的新人类带到日本 因为如果没有交配对象物种就会灭绝 卢本斯这时才明白新人类如此积极的开发特效药的原因 爱玛和阿基利如果将来进行近亲交配 很可能会重蹈耶格夫妇的悲剧 生下的孩子很可能会继承父母双方相同的病原基因 所以特效药的开发 无疑是治疗近亲结婚导致的遗传病的一个初步的尝试 卢本斯计算着爱玛现在应该已经8岁4个月了 如果说在荒蛮之地成长的3岁儿童的智力已经超越了现代人 那么在发达国家掌握所有情报的8岁新人类的能力将无法估量 现代人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中一定会一败涂地 美国东部时间晚上11点 国防部发现了阿基利的行踪 他们劫持了中情局的一架波音飞机 正朝北大西洋西北方向飞去 此时北大西洋万里无云的上空 美军已经进入了三级戒备状态 就连上处在测试阶段的新型影型战斗机都加入了此次的战斗 所有人的目标都是那辆被劫持的波音飞机 就在这时它的身影出现在了雷达画面之上 它正在120千米前方的高空 反复微幅调整着航线 突然它开始紧急下降 美军战斗机编队立刻一字抬开 顺势下降高度紧追不舍 就在这时万斯突然收到了中情局发来的最新情报 阿拉斯加州 威斯康星州 密歇根州 缅因州的火电站 同时遭到网络攻击 电力供应中断 另外35座核电站的控制系统发生异常 停止运转 而巧合的是 网络攻击开始的时间 与战斗机紧急起飞的时间相同 只有卢本斯明白这个并不是巧合 此刻超人类与人类的战争已经变成了一场诺夫博弈 双方就像两辆以极高速度相向而行的车 先避让的一方为败者 可是海斯曼博士认为 诺夫博弈最优的解答是 一方继续前行 而另一方回避相撞 回避的一方也并不是诺夫 而是更理性的一方 当下美国总统万斯面临着最后的考验 超人类正在逼他做出正确的决断 让他为攻击美国后悔吧 马上击落他 执迷不误的万斯一声命下 美军战斗机按下了主力武器舰 一瞬间 奇怪的现象发生了 导弹在雷达上消失了 飞机居然失控 从高空坠下 飞行员下意识地抓住两脚尖的弹射手柄 大家的作意却没有弹射出来 身体随着机体的爆炸都通通撕裂 接下来又有两架飞机相机的空中爆裂 此时此刻他们身下原本平静的海面 开始浑浊泛白 水面上布满了无数的气泡 大海开始沸腾了 发射的导弹重新出现坠入水炮之中 大海燃烧起来了 这是整个战斗机编队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美国总统万斯在白宫如坐针毡地 听着幕僚的汇报 首先是副总统张伯伦被杀事件 国家安全部已经排除了中国军方的嫌疑 可以证实他们的电脑也是被人入侵 他们只是被嫁祸而已 而真正的幕后黑手却无从查知 接着是针对美国全网的网络攻击 也无法导到幕后的操控者 而且网络攻击后发生了更加奇怪的事情 金融机构系统崩溃后又全部恢复了正常 但是细思极恐的是如果使用了数据未能恢复 美国的经济可能就会进入瘫痪状态 最后就是战斗机编队坠机事件 调查结果显示四架战斗机并未受到任何的攻击 坠机是因为遭到了自然灾害 佛罗里达半岛外海的海里深处 蕴含了大量的甲烷水和物 所谓甲烷就是常见的天然气 在极端低温高压的环境下会被禁锢在水分子中 这种结晶破裂后 风存在海底的大量甲烷会一起喷射进大气中 而战斗机编队刚好不幸的低空飞行经过甲烷层 这个现象是在特定的时间点才会发生的 简单点来说就是战斗机编队在错误的时间 进入了错误的地点 所以国家安全局和中情局将坠机事件判定为自然灾害 排除人为策划的可能 万斯总统疲惫的听完了汇报 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就在此时此刻 他忽然觉察到了一道与众不同的视线 那绝对不是人类的眼睛 万斯非常惧怕那双无时无刻在天上盯着他的眼睛 他知道副总理张伯伦就没有逃过 最终阿基利和爱马这对新人类的亚当和夏娃成功在日本相会 海斯曼博士认为新人类在种族根基确立之前 他们会先隐藏起来 利用这段时间繁衍后代并研究现代人的生物习性 在他们未达到维持文明所需的个体数之前 应该会将现代人作为劳动力加以保留 不过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一定会把现代人赶出地球 爱马和阿基利子孙构建的新社会中 应该已经没有国家这一单位 全世界融为一体并拥有一个共同的故乡 地球 好了故事到这里结束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喜欢 读过高野和明作品的人都会发现他的视角很特别 像他的处女座消失的13级台阶中 他就站在了一个死刑执行者的角度 去批判刑法制度的漏洞 而这本书中他更是站在一个新人类的角度 去审视思考整个人类的略根性 视频中可能体现的不多 但书中加拿了他非常多的个人观点 比如他对国际政治的看法 对战争的看法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日本人 他可以做出对战争如此的反思 还是非常了不起的 而且他的三观并不是局限在于 他是日本人或者他是亚洲人 而是站在整个人类的视角 为了整个人类更好的发展而写出了这本书 另外我非常钦佩他一点 就是书中有非常多专业领域的知识 比如像是制药学的知识 网络电脑方面的知识 甚至还有关于韩国文化的一些 非常本土化的知识 都是他走访专业人士而习得的 就像制药学的知识 他是找了专业的大学教授 花了十小时以上的时间去学习这个知识 所以这些专业知识在他的书中显得非常的扎实 而且看的过程中 就让你代入感很强 而且高野恒明他之前的专业是在美国学电影 他整个小说的电影感非常的强 你读完这本书之后 你不会觉得你是看了一本小说 而是感觉看了一部好莱坞大片的感觉 我相信这本书如果被哪个导演看到拍成电影的话 一定会非常非常的精彩 记这本书之后我真的觉得高野恒明是一个宝丧作家 大家如果听了故事的梗嘎感兴趣的话 非常推荐大家去读一读原作 好了今天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 别忘了给我一键三连 我是依依 我们下期视频不见不散 拜拜